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Ronda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2020年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投资的condo市场的风风雨雨 上一期就讲到了6月份之前 现在我们讲下半年 2020年就刚刚过去的2020年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击关注 也可以subscribe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subscribe我的频道 好了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内容 上次讲到就是2020年 大概讲一下年初的时候 也是一个就是从中程区开始 Midtown的Young & Eglinton Title的 非常的火热 1月份的时候就请了所有的VIP经纪 这些marketing公司去干什么呢 每个人发一双鞋 然后都是有这个签名的 是那个定做的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开发 是一个个新 相当于它策划的 就是设计的这个楼 所以呢当时就是我untitle呢 实际上Line 5的这个condo 已经前面已经卖了两栋了 untitle呢相当于是第三栋 所以它这个房子开的时候就非常火热 所以它这个时间掌握得非常好 因为3月份pandemic嘛 所以1月份就卖得很好 上期还讲到了就是 年初的Downtown这个重头戏 就是55 Mercer 也是大家连夜排队在抢 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因为3月份呢 多伦多有这个疫情 所以呢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有一段时间就是condo市场很多要launch的一些的话就拖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Central Court的这个199 Church这个condo呢 在Downtown这边也是发盘 隆重发盘 它采取什么方式呢 它就是在这个 因为大家都不可以下来 不可以集会 所以它就组织了一个 大家可以坐在汽车上面 来这个开盘的这个仪式 租了一个大场地 有live show 还有他们的一些就是CEO 来介绍这个项目 Marketing的这个 Executive来介绍这个项目 199 Church 然后下面邀请了所有的VIP经纪 要求我们去参加 每个人VIP经纪坐在汽车上面 然后如果觉得 讲到高潮的时候 大家就按喇叭 所以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因为在Cover的期间 launch的一个项目 这个是在夏天的时候199 Church 其实它这个房子也不便宜 大概是50万 这期的话就可以买一个 比较小的studio的一个condo 但地段也是很好 在Downtown 199号Church 也是黄金地段 50万左右只能买到一个 300多尺的一个condo 也就是讲 再往下呢 我们就看到了 再往北呢 当时在这个199 Church 开盘的时候呢 周边肯定也有 东面的那个 River and Fifth 就是在这个 Croctown这个 这个地方呢 原来在就是Downtown的湖东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以前呢 是一个 就不是很好的一个区吧 包括一些 乞丐啊 还有一些 特别是Croctown里面的乞丐 特别多 所以呢 华人一般不喜欢在那边投资 但是 后来呢 就是今年慢慢在开发起来以后呢 价位呢 实际上之前投资买这边的房子 楼花的客人呢 都大赚 所以今年上的 2020年上的 有个28号的Eastern Condo 也是一上来全部抢光 因为它单位也比较少 排队 计算VIP 排队也没有抢到 很多 我帮助客人 有的抢到了 有的也没抢到 所以没抢到的客人 也非常的SAD 这就是湖东区的一个28Eastern 去年开盘的 去年夏天呢 讲到下半年的话 在北面 也是非常热闹的 就是 我们说的Festival Condo Festival Condo是Maincase的 它这个Condo呢 开盘的时候也是 每个人进去都必须是排队 而且它限制流量 进去就是 像走马灯一样的 接扫 完了以后就是 就像 走一圈就下来 就是 人流非常的大 它这个Sales Center呢 开业以后呢 就是 每天基本上 在开业的前几天 一天接 接待就几千人 大部分就是 就像走马灯一样 一批一批进去 十几个人一拨进去 进去以后 看一下这个楼盘的情况 包括模型图 开完以后就出来 根本没有时间在里面 问问题呀 或者什么 所以我们当时也帮客人 这个因为我们是 这个VIP经纪嘛 帮客人 就首先递了很多的 这个Worksheet 就是Reserve这个Unit 有些客人抢到了 还有些客人 没有抢到买一的户型 犹豫了一下 然后再想买的话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Festival在北面 今年还要 2021年今年呢 也要开一个叫 Vincent Condo 也是非常好 在这个地区 价钱还便宜 所以呢 已经现在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现在就 尽快地跟我们联系 好 这就是北面的这个 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斯卡布罗出了一个 叫Purch Condo 价钱也是很便宜 还有Townhouse Presto Townhome 也是在斯卡布罗的 在年底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年底 第二波的疫情 来了以后 进入冬天 开盘的 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房市的 这个就是 房地产市场 这个楼花投资市场 慢慢的在放缓 为什么放缓呢 因为这个11月份的数据 显示 多伦多 Downtown地区 尤其是有2%的降 降了2%的价位 所以很多投资者 就有点犹豫了 就不敢买了 所以呢 在下半年的时候呢 Downtown的这个 以这个很多的这个 low rise的 包括townhome 再往北一点的 这些townhome 慢慢就起来 要不开盘呢 都是一些便宜的 刚才我说的 Purch Condo 或者Pesto Condo 都非常的便宜 Pesto Townhome 在斯卡布罗的 在Downtown呢 也就相当于 几个楼盘开盘之后呢 就QA Condo啊 他们效果都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的话呢 买房子呢 还是一定要跟对经济 能够找看准市场 能够在第一手呢 找到最新的资料 好 今天呢 就大概就 我们就wrap up一下2020年 总体来讲 2020年的这个 楼花投资市场 还是非常好的 从1月份开始 一直到11月份 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内 非常的好 我们也帮了很多客人 就是说 完成了他们投资的 这个目标 好 2021年呢 今年刚刚开年 1月份 所以希望今年呢 大家呢 也能够积极的 跟我们联系 能够关注 我们的信息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